踩法是踩900來了 來 白衣騎士一看到警察 馬上煞車停下 完蛋了 闖紅燈當場被逮 來 過來 哪可能讓你跑掉 也有其他警力在別的地方埋伏 果然 這台紅色的 一個一個抓不完 幾乎都是在梯子路口 民眾貪圖方便 想闖紅燈直接帶轉 到前方便來 是紅燈嗎 警察招招手只能乖乖認了 屏東縣警方在8月28到8月30 這短短三天 針對闖紅燈違規 就取締了1752件 罰款金額超過300萬元 跟去年同期279件相比 暴增了六倍之多 共取締的違規案件1752件 相較去年同期的279件 取締件數增加了1473件 遇到了紅燈不減速 甚至加速穿越下場就是滿身傷 屏東縣警方還特地做了宣導影片 以今年1月到8月 闖紅燈事故就有465件 肉包鐵的騎士們無一倖免 更造成4人死亡 加上今年暑假A1車禍數有增加 警方鐵腕大執法 真的要硬起來 才不會讓用路人僥倖 害自己也害別人受傷